輝哥你好 Chris你好 今天找到一隻厲害的 真是重頭 真是重頭的 真是重頭的 真是頂級的德國標 沒錯 頂級的德國標 有人說德國標的標底比標面更漂亮 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絕對同意 有多同意 我覺得他的打磨修飾的細緻度 是比帕特菲利更強 我知道有些標迷 如果有幾隻狼隔的 即是反轉 即是排排坐 不是看標面 是反轉標底欣賞 然後喝杯酒 喝杯紅酒 是的 輝哥不要緊 但是欣賞標底之前 這麼漂亮的機心 待會會和大家 做一些德國傳統工藝 尤其是他的盜國處理 都要說 雖然有些朋友知道 但是輝哥你幫我拿起這隻標 我們要說一下大概這隻標的一些基本功能 好嗎 這隻是Gran Lang 1 所以大隻一點 輝哥 是 你知不知道尺寸 4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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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一個很棒的黃金比例 一個小盤 其實不是小盤 也是一種大盤 不過放在一邊 然後有一個小秒針 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動力儲存 輝哥是嗎 是動力儲存 沒錯 由上去到下 由下去到上 基本上 現在上了兩手鏈 還是紅色 紅色其實也提醒你 上多幾下 紅色就是 我剛剛只是上了少少鏈 這支鏈是玫瑰金 裡面的組件 包括一些邊框 都是用回玫瑰金 包括全部它的最色彩的指針 廣告的指針 是很容易形容的 很像 中間針針的位置 幼了一點點 然後前面有一種劍形 對 前面是劍形 尾部收索 還有德國鏈 最大日曆 大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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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做得最美 最大的 Alangunsona 整個佈局 也是最印象 一拿出來 就代表朗格 沒錯 朗格一號 朗格一號 還有它所有東西都是偏心 偏心時計 偏心月上 偏心大日曆 偏心小秒針 還有偏心 雖然說很多東西 都是放在原型標本的不同佈局 但是中心你覺得 不是有一件事 但是整體上 整個combination 它的三角形的設計 你覺得是很合適 好像在一幅圖畫上 有不同的元素 擺得不錯 是呀 它佈置得相當不錯 擺位 一個典型很經典的dress watch 不過現在重點 我們看看機心 好嗎 好啊 機心如何處理 嘩 它的 漂亮嗎 非常漂亮 很多東西可以說 很大的四分三甲板 佔了一個極大部分的面積 佔了差不多有八成以上 擺輪位置 是一個比較偏少少的部分 即是在現在的標的右邊的位置 現在都可以看到 藍光螺絲 黃金套筒 鵝頸眉條 以及雕花 雕花的擺輪甲板 這裏如果你下鏡頭看 真的可以看到 隻隻是有些不同的 即是廊架 它有另外一批 engraver 雕刻斯是專門處理擺輪甲板 是啊 隻隻真的有些不同 是雕花的 雕花的雕花 兩顆很整齊 在上面 即是意味著 這個機心有兩個 比較平衡的發條固 是 亦都有藍光螺絲 三顆 黃金套筒 是 然後你看到整塊鵝板 下來 二輪三輪四輪 一直下來 繞了一個位置 看到兩個小鵝板 拆開了 就是秒輪和琴重輪 很漂亮 是呀 你看看 整塊鵝板 你看到 有沒有一種很 溫溫的感覺 是的 它的鵝板 跟一般的瑞士品牌的鵝板 好像顏色相差一點 是的 如果你這樣感覺一下 它 就不會有一種很 凍的 度老的效果 為什麼呢 它用的物料不同 它基本上是用德國銀 是 並且是不到東西 一種最原裝的 German Silver 是 所以這隻德國銀 有一種很暖的感覺 嗯 也就是最自然的 慢慢的 它會隨著歲月 會有少少少Pattina 一些歲月的痕跡 令到各個機心 都有不同的效果 是的 即是現在它都不 它特地都不電到 道老的白色 變成它有一種自然 一種銀的顏色 有一種自然德國銀 是的 德國銀其實就是白銅 這個可以其後再講 是的 不過我再講一個重點 原來 就是 標有很多複雜的功能 它的秒針 都是一個複雜功能 是的 你看到 Lang1 它的秒針 在這個位置 是的 這個位置不是那麼簡單 原因就是 這個位置 基本上 就不是它的四輪 是的 那麼它要經過一系列的一個 齒輪系統 在這個三輪那裡拿力 然後拼拼拼拼 才拼到那個秒針系統 是的 好 請